我是一名普通工人 我的儿子小敏因一起聊事故而上了全龙了 年仅十岁的孩子从此进入了无设世界 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 我只有这一个儿子啊 听力的丧失使他的语言能力受到了严重破坏 我准备送他去龙亚学校 可当我们走到龙亚学校大门口时 他突然哭起来说 妈妈 在这儿我会把说话忘记的 将来我耳朵好了 不会说话怎么办呢 孩子的话使我冷静了 我一把拉起他的手离开了那里 为了不使他丧失语言能力 我让他看我的口型 一句一句地教 他不懂的地方我就用笔写出来 我逐渐领悟到 人的一生可能会遇到各种不幸的事 我决心以一个母亲的耐力 点燃儿子心中的希望之火 然而小敏还是因听力不行 落榜了 我找出那本著名的海伦凯乐 鼓励他说 孩子 海伦的双眼 双耳和嘴都不好使 你比他可强多了 海伦有安妮老师 你有妈妈 妈妈就是你的老师 你相信妈妈一定能把你培养成大学生 听了我的话 孩子一头扑进我的怀里 辽宁大学文学院召喊受生的时候 我给小敏报了名 文学院开学了 每星期日全天面首 可孩子听不见老师的声音 看不清老师的口型 怎么办 突然一个大胆的想法产生了 我去替孩子听课 从此 我拿着儿子的听课证 走进了这所大学的校门 去听课 来回要走二十多里路 几年来 不论夏天还是冬天 不论刮风还是下雨 我从来没有缺过一次课 听课时我总是坐在第一排 认真听讲 认真做笔记 就连老师为了补充课文内容 讲的笑话 我也要尽可能地记下来 回家讲给孩子听 尽最大努力把他的思维带进课堂 使他能像正常人一样理解教材的内容 我过去的文化记史比较差 刚接触大学教材时感到难激了 尤其是古代汉语 听得我头昏脑胀 可我想自己必须学会 否则怎么教孩子呢 我在工厂工作 每天的工作任务都很重 下班回家还要做饭洗衣服 晚饭后很想休息休息 看看电视 可是不行啊 每晚八点以后 是我们母子俩学习的时间 任何事情都不能占用 家里的桌上 床上摆满了各种工具书 每天都要学到半夜 一个冬天的星期日 下着大雪 我得了重感冒 难受极了 然而 看见孩子为我准备好的书包 和那期待的目光 我便又爬起来到学校去了 晚上下课回来时 发现孩子在路边等着我 一见到我 他就跑过来抱着我直打转 刹那间 我的病痛消失得一盖二井 其中的快乐 别人是很难体会到的 文学院考试那天 我把小敏送进考场的时候 拉着他的手 鼓励说 孩子 祝你成功 他点了点头说 妈妈放心 考试开始了 我在外边不安地走来走去 突然校长发现了我 就问我 老同学 考试已经开始二十分钟了 为什么还不进考场 我儿子在考试 校长愣了一下 你儿子在第几考场 四十考场十一号 他连问也没有问 就马上跑到考场 则问建考老师 儿子替妈妈考试 你们怎么没发现 建考老师吓了一跳 赶紧核对准考证 年龄 相貌都没错 他们感到奇怪 校长把我带到办公室 我这儿才把几年来 替儿子上学的经过 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我流着泪说 校长流着泪听 听完我的讲述 校长说 你真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 小敏终于大学毕业了 后来她还自学了书法 绘画 篆课和盆景艺术等 看到孩子一天天成长起来 我这个当母亲的 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当然 对孩子的一生来说 这才仅仅是开始 她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 但无论如何 我都会鼓励她继续走下去 我要看着她成为 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这样 即使我闭上了双眼 心里也是无愧的 你这么说